字幕提供者 李宗盛 字幕提供者 李宗盛 字幕提供者 李宗盛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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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大家好 我是麦麦 今天我想跟大家分享一下 《關於我轉身成史萊姆者當時莫密之王》 這遊戲的名字很長 我抽到一隻S級 但我發現它是這遊戲最強的角色 沒錯 就是這隻關口良態 只要你有這幾個條件 就可以令到它變得非常強 那是什麼呢? 首先 要你的主角 李宗盛 天賦 古武名靈 可以令到你前方一格的角色 再普攻多一次 然後我們再看看 《關口良態》 它的普攻可以造成180%的傷害 這裡已經有兩次普攻了 還有一樣我們要的就是這套裝備 《隱心套裝》 你看到它4套 而且加9的時候 就會有一個每回合首次攻擊 50%的機率 會額外再一次普攻 如果全部條件都發動到的話 你起碼就可以做到4次普攻 已經形成了我們的普攻流 然後還有一個就是 《關口良態》它的技能 就是它的天賦 大家看到它這個嗜血的天賦有什麼用呢? 就是它普通攻擊的時候 如果對方的生命值低於75%、50%、25% 它會再追加攻擊 你劈下去 如果它少血的話 你就劈兩次 然後這兩次又算了隱心的效果 幸好的話 可以不斷不斷地普攻 我最厲害的就是做到7次 讓大家看看 沒錯就是這樣 希望這個資料可以幫到大家 就算抽不到SS也不要緊 只要有這隻角色 都可以玩得非常爽快 希望它遲些會更多角色 現在我覺得這角色就少了少少 就是這樣 我不定時都會放下我正在玩的遊戲 有什麼可以和大家分享一下 好 最後喜歡看我的影片的朋友 就記得要Like、訂閱、留言 還有分享這條影片 還有記得要Like我們的Facebook IG 然後想知道我們什麼時候有新片 記得按在下面 這個小鈴鐺 只要一按這個小鈴鐺 日有新片就會馬上通知你們 還有我們逢星期二星期五晚上8點 盡時出片 那我們下條影片見啦 拜拜 拜拜 拜拜